这个韩国最新练宗真是太刺激了 不光男女嘉宾的身材超绝 就连赤度也突破天际 单身集地域跟他比起来都弱爆了 哈喽姐妹们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刚开播的韩国练宗 伊甸园 男女嘉宾必须共同在小岛上生活六天时间 在岛上他们必须抛弃所有的社会背景 禁止使用透露辈分的尊称和敬语 只能通过发散自身魅力来寻找爱情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座岛上 他们除了谈恋爱就是谈恋爱 各位嘉宾的身材也是非常有料 第一位男嘉宾小白 李盛仔的皮肤是真白啊 看脸感觉是温柔奶狗类型 而她的身材只能算是这个节目里的初世级存在 接下来出场的是长得神似韩素兴的长腿姐 宣志贤 她来了之后和小白坐在一起稍显尴尬 第一次见面就得说平语 气氛还有点微妙 小白绞心脑汁的找话题 什么天气真热啊 太阳好晒啊 你叫什么名字 看得出来她为了挽救尴尬气氛也是很努力了 这时第二位男嘉宾金正敏已经登场 沈樱老师直接把镜头怼人家胸上拍 这个拍摄角度也是很刁端了 由于她手臂和背后都贴着高药 我就叫她高药哥吧 黑妹金朱颜的古同色皮肤和身材都超无极性感 仔细看还能看到腹肌 感觉走的是欧美路线 她的性格也很直球 刚打了个招呼就坐到了小白旁边 之后上场的炫哥 李正炫的身材一看就是练过的 她的择偶标准非常简单 那就是要看脸 第三位女嘉宾娜娜 李优娜 一出来男生的目光就全被吸引去了 黑妹在旁边冒出了一句 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娜娜也完全没有要和女生们坐在一起的意思 直接坐在了小白和炫哥的中间 她喜欢的男人类型揪着弟弟 上来之后也只和小白说话 这个目标也太明显了吧 然后就是最后一位男嘉宾鸡肉哥 梁浩熙 这身材完全就是可以参加健美大赛的程度 她认为男人不自信的话就没戏了 所以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气息 而且鸡肉哥一上来 就伸手跟所有人都碰了个拳 是个孔人长腿姐都被她的自来手吓到了 这一位大魔王级别的人物一登场 其他几位男嘉宾都有了危机感 然而高耀哥心里丝毫不虚 身材不如人家又怎么样 鸡肉哥那么五大三粗的 女生看了都害怕吧 所以肯定还是我这样的会比较受欢迎 哎 大兄弟你心态挺乐观啊 最后一位女嘉宾金娜爷 也长得非常好看 我就叫她小美了 小美刚刚在这旁边坐下 小白就突然提出 自己坐在中间好紧张 而且也不擅长主持大局 所以专门和高耀哥换了个座位 这个借口也是太牵强了一点 你明明只是对新来的小美一见钟情了而已嘛 由于在这个岛上 大家的年龄背景身份全部都被隐藏了 大家只能靠着游戏活动来争取权利 每次游戏的冠军都能拥有特殊权限 而这一次需要男生来选择女生 来作为搭档一起合作 四位女生都排排站好 等待拿嘉宾的选择 其实他们心里也早就有了希望的人选 长腿哥想要炫哥 小美和娜娜都想要小白 黑妹希望是高耀哥或者肌肉哥 等到男生都做好了选择 姐妹们集体转身 娜娜看到自己身后不是小白 虽然有点失望 但是能有人选择已经很不错了 两人结成搭档之后 立马就把手给牵上了 而小美看到身后是小白 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这一波就是双向文夫啊 最离谱的是 长腿姐背后竟然占了两个男人 身材最好的黑妹竟然没有人选 肌肉哥和高耀哥已经开始了雄精发言 一个说自己身材更好 长得也更帅 另一个说自己永远都是第一名 从来没把同性当作对手 长腿姐转身之后 一把拉住了高耀哥的手 哇 看长腿姐的高情商回答 节目效果瞬间拉满 我们的永远第一名 还是和被剩下的黑妹组对去吧 你们俩搞个复仇者联盟 没准还能大杀四方呢 在伊甸园里的第一活动 是双人躲避球 游戏规则是女生攻击男生防守 如果女生被打到就双双淘汰 而且游戏期间 两人的身体必须处于接触状态 这不就是强行给大家增加亲密互动的机会吗 节目度真的很奴爱 这群人浑身上下都穿的那么清凉 能抓的布料属实是不多 长腿姐都快把鸡肉哥的三角裤给拽掉了 高耀哥那边还在和黑妹制定战术 想着要抓哪里比较不碍事 她直接拉着人家的手就往后腰上摸 哎呀 这这么你生都不好意思啊 要不然也给我摸摸呗 咳咳 而炫哥那边就不要随意了 他和娜娜自由发挥 娜娜伸手刚要抱腰 他又把人家小手给拉住了 小白的画风和别人组永远不一样 他非常贴心的帮小美检查好了鞋子有没有绑好 之后两人还来了个食指相扣 观察室的嘉宾都是一副割到了的表情 小白原本不在乎书影 只要小美玩的开心就好 但是听到小美说想要获胜和她约会之后 她就立马燃起来了 这个一局必须得拿下 不过这个躲避球的游戏玩的确实是有点好笑 场地这么小 看上去怎么那么像老鹰州小鸡 炫哥为了保护娜娜 那叫一个殷勤 又是当球又是拉手 甚至连当步都遭受了一记重创 其他人都是玩的激烈又刺激 小白那组的画风还是与众不同 小美抱摇的姿势 已经变成了前胸跟后背的无缝铁铁 鸡肉哥在旁边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之后长腿姐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那双小白手就冲着鸡肉哥的胸上去了 鸡肉哥心里暗爽 正面还把手放在了长腿姐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啊 这种程度的亲密接触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观察室的主持人都坐不住了 你这明明就是故意的吧 高耀哥完全就是情场是一球场得业 一个人甩掉了黑妹 在全场乱窜争当MVP 而小白那边全程都在保护小美 哪怕被淘汰了也狠狠拉了一波好感 最后还是鸡肉哥长腿姐这组获得了胜利 但是冠军只能有一个 鸡肉哥主动把冠军让给了长腿姐 之后他们终于穿上了正经衣服 开车前往伊甸之物 小白那一组是女方开车 小白坐在旁边给小美喂橘子 这个相处模式简直就已经是小情侣了吧 而且两个人在车里都说第一眼就想要选择对方 姐妹们这一对随拼 我先克为敬 与他们对比惨烈的就是黑妹和高瑶哥 他们俩在车里内疚一个尴尬 黑妹主动开启话题问他 你刚才没有被选择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谁知道高瑶哥直接说 那不就跟你的心情差不多吗 你也没有被选啊 好家伙 这话也太扎心了 你们俩怎么还开始互相伤害了呢 大家到了伊甸之屋才发现 整个别墅只有四间卧室 而且必须男女异性住在一起 鸡肉哥到了小屋里 还是穿着他那条三角裤衩到处晃游 明明其他几位都穿了裤子 为什么他如此一致独秀 到了晚上 大家又一起举办欢迎派对 姑娘们都开始精心打扮 男嘉宾们也都洗到换装 换上长服之后 大家都有了一些反差感 原本就已经很难够的小白 感觉更像年下弟弟了 小白实是坐到了娜娜旁边 看了一眼多位排斥之后 才意识到不对 立马又换到了小美对面 之后高瑶哥和炫哥是同时出来的 高瑶哥火速霸占了长腿姐对面的座位 之前二选一 他输给了鸡肉哥 这次他终于摆回了一局 而炫哥还是选择了 一开始就达到了娜娜 最后一个出场的鸡肉哥 就只能和黑妹做对面了 在吃饭的时候 高瑶哥一直在摸摸示好 他发现长腿姐喜欢吃什么食物 就偷偷把盘子推到人家面前 看到长腿姐敲不开海鲜 又提醒人家用叉子会更方便一点 看着鸡肉哥被挤到了最遥远的另一端 高瑶哥心里那个美的 水轮流上五个大字写在脑门上了 而鸡肉哥隔着长长的桌子 看着他们俩这么眉来眼去的 笑容只能越发苦涩 甚至隔着这么远 还要跟长腿姐喊话 你多吃一点哦 生怕自己没能耍到存在感 然而长腿姐就是干饭人干饭魂 根本就没在意这群男人的命争安斗 非常心大的给鸡肉哥挥了一个 好嘞你也多吃点 然后继续闷头干饭 一旁快乐吃瓜的炫哥 看着这气氛太过和谐 故意问长腿姐 之前你二选一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啊 鸡肉哥和高腰哥 都绷紧了神经仔细听 然而长腿姐还是不以为意 我没想太多啊 反正都不守 我就选了一个能赢的 然后顺便还给高腰哥道了个歉 高腰哥表面上说是不在意 但是立马抓住了这个机会 和长腿姐约定好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长腿姐一定要选她 哎呦 这个小三盘打得可敬了 而这时 娜娜也开始供火 她问鸡肉哥 今天一天过完 你喜欢的对象 有没有转移啊 鸡肉哥的回答 那是毫不犹豫 我的妈呀 直秋就是牛啊 这和公开表白 有什么区别 不过你偷拍人家干饭 多少时候有点过分了吧 长腿姐感觉 吃到嘴里的菜都瞬间不香了 之后 长腿姐作为获胜者 来到了权力房间 而她获得的福利 就是所有成员的床位安排权 小屋里只有两个双人间 剩下的那两个竟然是三人间 节目组真是缺了大德了 这个三人间到底要怎么安排 想看下期 别忘了关注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姐妹们下期再见